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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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我跟李宗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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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手雷台誰都跑不了 有人問什麼是命運呢 命是與生俱來 而運是後天給予改變 當然有人說人定勝天 今天委託我們這位當事者 他人生又遇到什麼樣的命運呢 歡迎收看我們分手雷台 來介紹我們今天三位評審團 第一位介紹是我們良性作家 李宗盛先生 大家好 李宗盛 好 第二位介紹是 我們第一次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也是我們節目的老闆娘 一起來歡迎我們的佩珍 大家好 各位的命運 大家好 一起來歡迎介紹Mini餅 大家好 好 來介紹我們今天第一位委託人 一起來歡迎林秋雪小姐 來 秋雪 謝謝 悲泣 痛苦 難堪 來 妳好 妳好 字母介紹一下 我畢姓林 叫林秋雪 目前在擔任家庭主婦 那在家裡面帶帶小孩子這樣子 生了幾個小孩 一個 一個女兒 一個女兒 今天來控訴的是 因為他勾引我老公 把我老公迷得神魂顛倒 然後我還知道我老公每個月都有拿錢給他 還開了一家咖啡廳給他做老闆 我這十年的婚姻生活 就如此 要毀在他的手上 所以我很不甘心 我也無法再忍受 而且他們還生了一個小孩子 還生了一個小孩子 男生 女生 男的 還拿這個小孩子來威脅我 所以要付安家費給他 是 所以我今天已經無法再忍受了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上分手擂台 我一定要徹徹底底把他 滾開我的生活空間裡面 好 你們一定要幫我 是 因為張子榮的出現 你會讓你覺得說 現在你受到壓力就對了 老公或許要跟你提到離婚的問題 沒錯 所以今天好好來控訴這位女生 還逼我跟我老公離婚 是 世界上有這種女人嗎 有這種女人嗎 有沒有 對 了解一下就知道了 所以妳說這位女生叫做 張子榮 張子榮 一起來歡迎張子榮 來 好 張大姐 哇 活潑可愛 狐狸雞 我最討厭的你在幹什麼 那我幹什麼 你最討厭的你幹什麼 你幹什麼 我都還沒對你怎麼樣的 我就是怎樣 從小人見人愛 長得就是這麼好看 我跟妳說 隨便傳就很性感 我哪兒要去勾引人 不要再講 我哪兒要去勾引人 簡直就像 妳看 妳們給大家看看 像不像遺傳 妳看 眼睛就是眼睛 什麼叫遺傳 妳聽不懂 狐狸眼睛 狐狸精 就是狐狸精 就是狐狸精 怎麼樣 妳本來就是狐狸精 我跟妳講 妳本來就是狐狸精 不跟你吵了 妳站遠一點 妳還理直氣壯 妳搶我老公 妳是第三者 第三者 我最後第三者了 我這輩子永遠都會到第三者 妳要到第三者 妳就是第三者 妳幹嘛要走過去 游離走拼拼下 我跟妳講 妳還敢講什麼 妳還有什麼理由講 妳不要再過來囉 妳不要再說來囉 妳還跟我講什麼 我跟妳講 妳不怕人家裡彎 妳不怕下地獄嗎 妳不怕下地獄嗎 講完沒有... 講完沒有 妳要不要聽她我說什麼 我不要聽 我都不想聽 好啊 那就不要解決事情啊 妳不要想讓我跟我老公是不會離婚的 永遠都不會離婚 因為妳有個可愛的家庭 可愛的家庭 我跟妳說 我平常心情不好 我才會去那邊散步 而且是妳老公自己看到我漂亮的 我才有給他機會 我是心情不好才會讓他有機會 來跟我講話的 不要妳聽妳老公 我老公 妳把我老公灌醉了 然後還騙他上床 過去一點好嗎 過去一點 我怕哪要過去 我由妳走平天下 還是一句老話 妳怕了是不是 妳心有鬼是不是 我不希望妳在這種地方 動手動腳的 妳在動手動腳 是妳先動手動腳的 因為我最討厭的男生 先對我鬥腳 上來是他先推我的 妳們說 沒錯 評審員妳們說 有沒有道理 有沒有天理 是 黎小姐來 稍微在動氣的時候 稍微會有推動 好 但經常克制一下自己的情緒 我無法控制我的情緒 我知道 可是她剛剛也講說 妳也要讓她講 因為妳不讓她講 妳不瞭解說 為什麼妳老公 深感我齊瘦了 已經深感我齊瘦了 是 妳先說 為什麼老公會有這樣外面有女生呢 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因為我老公 原來是沙雪原料工廠的經理 大部分時間都在台北公司上班 那一年回來 回花蓮的家不到十次 雖然兩人去少離多 但是跟她結婚二十年了 一直都很恩愛 還有一個很甜 很可愛的女兒 而且一切都很美麥 可是卻因為她 是 就是因為這個不知羞死的演女人 我不曉得是從哪裡出來的 演女人 你看 她像不像妳說 我只是長得漂亮啊 我只是長得漂亮啊 很漂亮 漂亮是要人稱讚 不是妳自己在那邊講漂亮 妳們當然是說她自由 她自己裡面說她漂亮 真的漂亮在哪裡 眼睛嗎 鼻子嗎 嘴巴嗎 看我長得怎麼樣 漂亮 她就是長得自己的漂亮 勾引我老公 漂亮是要有氣質 她連妳的氣質都沒有 一出來就這樣子退來退去的 沒有內涵 沒錯 對 但問題 或許出現在她身上 也要出現在老公身上啦 對啊 後來為什麼 從什麼時候妳發覺 老公跟她有關係 對 第三者 我也好下場 反正妳就是第三者 我最恨第三者 妳聽清楚 我告訴妳 妳又來了 妳又來了 妳聽到沒有 妳又來了 第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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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對 好好談一下 子榮怎麼跟妳老公在一起的 就故意穿了弟兄的上衣啊 然後以為她胸部有多大 就妳看看 故意妳還像現在也是這樣 妳看 怎樣 還穿著短迷你裙 唉唷 真的我和妳身材多好啊 對啊 然後我和妳穿著老公喜歡 運動爬山 然後 還故意穿著那樣 高跟學就爬山 結果我老公故意還用大腿出來 我跟妳講 什麼樣子啊 我去他 第三者 就是狐狸精 我去身上上 妳就是狐狸精 妳在講狐狸精 還講 還講 妳叫狐狸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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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醜一點在叫狐狸精 狐狸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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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怕下地獄嗎 你不怕嗎 你不怕嗎 你不怕 蛤 你不怕 你不要再推了好不好 你不要再推 你不要再叫我壞的心 不要再叫狐狸精 我讓妳清醒 我推得讓妳清醒 推得讓妳清醒 妳清醒一點 妳清醒 妳清醒 好 來 林小姐 控制一下 好 還妳老公 好 你走開啦 先把話講完啦 好 把話講完來 有真實用嘴巴講好不好 用言語來形容 好 當時妳說她穿了迷你短裙 勾引妳老公 怎麼勾引妳老公的 灌醉 灌醉 跟我老公上床 上床 笑話 想想看 還壞那個小雜種 那是我了 其實 其實那個小雜種 不是我老公的 屁 我跟妳說 妳看 妳自己是個女人啊 女人沒醉男人的機會 沒聽過嗎 男人喝醉了 請問一下 那妳硬得起來嗎 我才是受害者耶 我不願當第三者耶 什麼第三者 我最差一點不要講我第三者 從頭到尾為什麼 我一直挺妳很怕第三者 為什麼 妳明明就第三者 為什麼怕人家說妳是第三者 我哪裡是第三者啊 好 是他們老公來黏我的咧 我從來沒有這樣子做過 我最討厭這樣子的 所以妳認識她老公的時候 妳知道她有老婆嗎 我跟妳說 她的老公 真的是很懶 為什麼 我跟她認識了以後 她從來不跟我這樣說 她是結婚的 從來沒有說 因為就是因為她對我太好了 一直求我 所以我才願意留下來的 我老公遇到妳以前 對家庭都很照顧 然後很疼愛小 疼愛我女兒 可是現在 沒錯 她對我女兒 百般挑剔 都覺得我女兒 很吵 已經很沒有耐心了 那那不是妳嗎 妳給妳講 我跟她交往的時候 她從來沒說她有老婆 好不好 她沒有說 她有老婆 她從來沒有說 所以我哪裡是第三者 是她來黏著我的咧 她的老公黏著我的 所以現在妳知道 她有老婆妳來 她都會常打電話回來 我們都可以講了很多的話 然後現在 打電話回來都講不到幾句話 根本真的沒有什麼話可以說了 妳需要聽一下過程嗎 其實妳老公是一直來找我沒有錯 我心情不好 她一直陪我 這兩年當中呢 後來我就想說 她也對我不錯 所以好吧 我就跟她交往 等我交往以後 我真的很希望一個完整的家 我很希望一個完整的家 我也需要小孩 所以說我就跟她講說 要她跟我結婚 可是呢 她不願意 後來 她只讓我逼 我逼了 她逼急了 她在跟我講說 她有老婆 還有小孩 妳說我聽得氣不氣啊 我真的要跟她分開 還是她一直求著我 我走到哪裡 躲到哪裡 她就一直跟到哪裡 我聽妳放屁 我沒有告她詐欺 我沒有去鬧妳 妳講話說事實 一句句是實話嗎 如果妳講的是實話 不怕妳下監獄 這個是實話 所以我不怕瞎比妳 妳怎樣 妳老公說 她每次回家的時候 這個是老朋友也明察秋毫 還有 妳老公跟我說 她回家的時候 妳啊 只會做什麼 使喚她 然後回家說 她是我老公 其實我不是使喚 就是因為這樣子 就是因為妳有各樣的老婆 妳懂嗎 而且妳看 妳錢到哪裡去了 錢怎麼會不夠用 我跟妳說 妳的老公 本來不想拿我錢回家了 妳管我們家錢賺不夠用 我只是講事實給妳聽 我只是想事實給妳聽 是 請這樣 妳的老公 為什麼有陣子沒拿錢回家 為什麼 因為 就是妳愛賭啦 賭錢 賭婆 賭掉了啦 我賭 對啊 就是妳愛賭嘛 但是我告訴妳 其實沒有 其實我 我賭 我只是 一個興趣 而且本身我這個錢 我老公每個月 不是 對啊 大家聽到了賭是一個興趣 我老公他每個月 其實寄回來的錢都不夠 那本身是因為我自己 那不夠我們還要賭嗎 對 帶小孩子 然後有一些天譜家用 剩下的一些錢 所以我才來玩一下這樣子 妳玩什麼 妳賭什麼 對啊 那本身來講的話 這等於也是一個工 中了 大家也好 也可以補貼家用啊 我也不是會拿來自己用啊 是不是 妳有賺錢嗎 錢那個妳有賺錢嗎 有 沒錯 有 但是如果沒有 也算是政府的工藝啊 也算是做一個工藝 也沒什麼不好啊 講得好好玩喔 妳賭的是香港政府的工藝 對啊 妳賭台灣的大樂透 小樂透 四星採 三星採 還有為台灣的那個工藝 還做一點點 事實上 他也幫人家帶小孩沒有錯 為什麼 不夠用啊 不夠他賭啊 所以老公會講說 根本就不想拿錢回家了 因為他都把他賭掉了 而且我跟你說 那是我好說歹說 至少去老婆 愛女兒 總是要給他一點家用 不然喔 現在哪裡有錢 這意思是說 他已經向妳承認了他有老婆 妳們還是繼續招網喔 是不是 是沒錯啦 而且妳還通過他女兒 是 雅銘跟我說他有一個女兒 是 對 那他很愛女兒 他因為 因為想要把維持這個家庭 所以我就當一個不吵不鬧 我就讓他維持這個家庭啊 你看他 可是妳剛剛為什麼從頭到尾說 我不是第三者 妳不要叫我狐狸精 我最痛恨人家說我第三者 那為什麼 妳還是最後又當人家第三者 可是妳為什麼怕當第三者 因為我媽媽以前 我媽媽以前就是 妳看吧 我說妳一點也沒事啦 妳看 我本來就知道 像不像 妳可以像不像嘛 妳不要再這樣了 這不是有親女必有妻子 怎麼樣 叫妳不要再講我親女 叫妳不要再講我第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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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子 妳知道嗎 妳知道嗎 是她櫃著求我不要離開的 妳知道嗎 是她櫃著求我不要離開的 她愛小孩 然後像妳啊 她一生孩子為什麼不生 妳不知道什麼是傳宗借代嗎 我幫她生一個健康的兒子 妳要把妳兒照顧好就好了啦 妳要有名分 妳就給名分給妳就好了 雅民 只要把我兒子跟我照顧好就好了 妳懂了沒有 所以妳不在乎 妳不在乎 妳不在乎這個 我根本不在乎名分啊 是 對啊 還是得提醒妳 妳現在還是第三者喔 即使妳這麼不想當第三者 但某種程度來說 妳就是第三者 妳看我是第三者嗎 沒錯 對 是沒有錯 什麼叫不合法 是妳老公一直要纏著我 是不是 我沒破壞妳的家庭啊 是妳自己很白目好不好 妳有沒有氣質啊 罵什麼 什麼叫白目 妳小姐很輕一點啊 第三者 什麼第三者 什麼第三者 我告訴妳 我叫妳小姐 我就叫妳小姐 妳 妳去死 唉唷 小心 妳看我老公 你快老公 妳去死 我也要再過來了 妳去死 妳才會死啦 恭喜一下 恭喜一下 妳怎麼不去叫什麼 我恭喜 去死 牆讓給妳 我不喜歡牆 牆讓給妳啦 好 所以妳從頭到尾 就一直怪著對方 妳有沒有怪妳老公呢 我原本以為 老公只是一時 心煩 薪水變少了 加上女兒吵鬧 所以她才會 心情不好 對 結果 結果怎樣 後來有一次 我想坐到台北去 偷偷到台北去 給她一個家庭 結果才剛到家門後 就看到她穿了西章 然後西章比挺的 還灑了古龍水 她從來不灑薑水的 然後說 旁邊還牽了一個字 這隻狐狸雞 還說 她公司 為了 她忘了帶什麼公司包 她說 是一個大客戶 對啊 善意的對妳欺騙就對了 對 我本來就是一個大客戶啊 還好那一天我很機靈 不然那時候 她早就給妳到我離婚了啦 然後妳像妳現在 像母主一樣在這邊廢啊 正式的 結果那一天 我是很可憐才懂不懂啊 她罵我說我怎麼來 都沒有通知她 妳真的很白目就是了啦 維持現狀不是很好嗎 是她勾引我老公 我老公還怪我 那妳們去 要不是我機靈 問我老公公事 才知道我老公最近這幾年因為 眼睛衰退常常昏不守舍 然後一天到晚 打扮得整整齊齊 說要去見客戶 其實 都是去導資 對 還說要跟客戶吃飯 這都是藉口 才不是呢 我跟妳說 其實是妳老公勾引我的 妳知道嗎 我每次跟雅名出去 我不敢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我不擦桶 我不擦香水 為什麼 為什麼 對啊 回到家被妳發現 還有 我跟妳說 最重要的是 每次她出去的時候 我不會特別去玩她 如果說 放假的時間 我也一定讓她回家 如果妳打電話過來的時候 我也二話不說 為了介紹妳的現狀 妳不願意來撥妳的家庭 妳知道嗎 這一次有後半葡萄心水 通通交給妳 讓她 拿出來幫妳開咖啡 妳欺負我老公 不有用嘛 妳懂不懂嗎 還是為妳很好 還是為妳很好 妳就是 妳為什麼 為什麼 妳這樣說 妳這樣說 不要再說 妳去死 為什麼 一個好好的家庭 妳壞了 我不敢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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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開了 妳有沒有騙妳 是 妳要不然妳離婚啊 我不是笨蛋 是 妳以為 妳以為妳的軌跡成功了嗎 妳要再過來 好 我跟妳說 妳老公喜歡我 他就是覺得 我是一個完美的女人 我替他生了兒子 到現在身材是保持得很好 我也不吵妳也不鬧妳 妳知道嗎 妳別再裝了 別再哭了啦 想想妳自己的樣子啦 這個樣子 反正妳回家 是把女兒戴好就好了 有錢拿已經很不錯了 知道嗎 為了我們這個家 他就很高興 妳知道 妳現在為什麼還沒有離婚嗎 妳知道嗎 一切都操縱在妳手裡嗎 不要這樣說啦 其實 他真的要離婚 要不是妳對我老公說我 我沒有生不出兒子 他今天也會這樣對我 但我不能生是我的錯嗎 你們可以評評理嗎 對啊 妳不想生 難道我不能生是我的錯嗎 對啊 我又沒有錯啊 反正妳老公就是這樣 妳不要讓我看 妳笑妳好不好 妳不要笑好不好 妳小姐妳真的要冷靜一點 不要太激動好不好 不要太激動好不好 老家不能解決事情 誰能夠解決這問題 誰能解決 妳老公可以不解決 讓老公來解決這一切好不好 可以 秋雪好不好 她老公可以解決嗎 妳的另外這位男朋友可以解決嗎 看他 看他 他說可以 好 說可以 那我們要請這一位出場好不好 老公叫什麼名字 許雅銘 許雅銘 請來歡迎許雅銘 秋雪的老公 能否今天認真散掉席題呢 來 許雅銘 來 許雅銘 妳怎麼在這邊丟點線炎啊 妳這個時候應該是在花蓮 不是在這邊嘛 妳不要罵我好不好 妳不要對我這樣子的態度 我上次不是跟妳講 維持現狀 維持現狀就好了嘛 她也不要求我什麼 也不要求民憤 也一樣照顧她 也一樣照顧到我們家嘛 我現在不能離開她 我知道我愛妳沒有錯 但是我也愛她 很高 我還幫她生了一個兒子 妳怎麼樣 妳不行啊 妳不行生兒子啊 對不對 我又不吵妳 我也不吵她 我很獨立的帶兒子啊 妳不要吵我嘛 我不能生就是我的錯 妳就要這樣對我 不是 我跟妳講 是不是妳說 妳說什麼事 今天 妳要再吵了 可能我不能生兒子 妳就這樣對我嘛 好痛 雅銘妳過來 雅銘 雅銘 妳要不要來放開 好了 妳不說我好痛 放開 我跟妳講 今天 今天 我快放她 妳聽我講 妳聽我講 不要 今天我 之所以能夠變成這樣 妳也有錯 妳知道嗎 我 她也有錯 來 雅銘 你跟我說 雅銘 雅銘 好 錯在哪裡 來 錯在哪裡 你沒有怪自己 卻怪在你老婆身上 你老婆到底錯在哪裡 那 對不起 你穿這衣服 你是原住民嗎 對 我是原住民 哪一族 布隆族 那我長期在台北工作 我就要在那個沙石 沙石原料廠當經理 那如果我難得回家的時候 就難得回家 高高興興回去 就看到她的臉色 然後她好像那個太上皇一樣 就把我換來換去 做這個 做那個 最討厭的就是說 她說我沒有用啦 不會賺錢啦 拿回家的錢 她都拿去賭 選不夠 為什麼不夠 她拿去賭博 要不是我是戀在我們是夫妻 有小孩子 我多多少少寄一點錢給她 要不然我才懶得寄錢給她 你跟邱雪沒有感情的嗎 所以沒有感情 所以沒有感情是騙人的 因為畢竟我們有小孩 小孩 沒關係 妳給妳放開一點啊 我可以幫妳一起量 還輪不到妳說話 就把妳離開這裡就好了 走開 她離開 雅玲 還輪不到妳說話 好啦 我幫妳殺了一個兒子 妳不要忘了自己 妳請她的手放開 請她的髒手放開 妳們兩個 妳們兩個都是我 她的髒手放開 哇 她的髒手 老婆 我知道我這樣子做對不起妳 但是我之前不是跟妳講過 我們這樣就好了嗎 她也不求名分 妳也答應了嗎 妳老婆曾經有答應過 這樣的相處模式可以 因為她也知道說 我是很喜歡這個兒子 那我們現在是有一個女兒 那妳為什麼不再生呢 請老婆幫妳生一個兒子啊 可是她現在不能生啊 我快瘋了 我會瘋喔 她現在不能生 因為她上次 生那個女兒的時候難產 現在就不能生啊 那是害怕而已啊 現在玉璇那麼發達 我只是把錢拿去堵掉而已 妳讓妳講話 妳很瘦碎 她都不讓妳講話 不要 妳要再當妳 生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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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民 妳要學我 妳知道嗎 我知道 我知道 妳兒子 我們可以從主家庭 OK 幫 小姐 妳要這樣 妳不要再推來 妳要臉 妳要臉的 學妳什麼 學妳什麼 我可以幫妳什麼 妳怕沒有人要啊 妳是不是沒有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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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要這樣嗎 妳就是這樣子 有事情 妳難道不能好好講嗎 對啊 怎麼樣 我就是喜歡這樣 來 像妳 還吐啊 吐啊 不要 兩位小姐好好講 玩什麼 玩捉迷場 好 出了公耶 我知道 她要逼我們離婚耶 她沒有 她沒有 她跟我講她不會 她不求民憤了 雅民 保持現狀好不好 雅民 我從現在開始 我不願意保持現狀了 當初妳也不是這樣子講啊 我也不願意當第三者 我不要這樣子了 我現在要要求民憤 我要帶著兒子走 如果你不跟他離婚 我絕對帶著兒子走 聽到了沒有 不要這樣嘛 子龍 不要 子龍 你走開 不要這樣嘛 你走開 我就是要你離婚 好 那我現在跟她 我們現在跟她講 我們現在跟她講 好不好 好 我跟你 老婆 我聽你說 太扯了吧 我們離婚好了 真的要跟我離婚嗎 對 真的要跟我離婚嗎 不要再退了啦 她就是喜歡我怎麼樣 我就是不喜歡妳這樣子 不是… 當時 其實 我當初 我扶我父母的板費 然後嫁給妳 跟妳到花園去生活 就我們有一段夫妻的生活 然後還剩一個女兒 夫妻美乃這樣子 難道 你今天說一句話要離婚 就是要離婚嗎 但是這段時間 我也是一樣照顧到妳啊 妳越這樣子 對啊 我跟妳講 我可以跟她一起照顧的女兒 女兒跟我們照顧好嗎 也沒關係 你以為 你以為 你這樣跟她離婚 她就會跟你結婚嗎 其實我告訴你 怎樣 她跟一個男朋友 跟一個男朋友 你亂講 妳敢說妳沒有跟一個外國男朋友在一起 就是沒有怎麼樣 妳敢說妳沒有 沒有 沒有 妳不要亂講話 妳不要亂講話 我有跟蹤妳了 我早就看到妳 妳跟蹤我 妳這個女人怎麼這樣子啊 她不會騙我 妳這個女人怎麼這樣子啊 老公真的我不騙妳 她有個外國男朋友 我親眼看到的 妳怎麼知道 好 是個外國人嗎 對方還有老婆 最後一次再問妳 子榮 妳要不要先放著雅咪的手 要不要先放開 妳外面 妳還有沒有除了雅咪以外 還有沒有 沒有 連朋友都沒有 她會騙我啦 如果是有朋友 也是別人帶的朋友啊 對不對 不是妳的男朋友 不是我的啦 好 那林小姐有看到了 那看到是她看錯了 對啊 OK 那這一位妳怎麼證明呢 妳怎麼證明呢 她人有來嗎 有 妳說這個外國人有來 有 好 那現在 哪有可能啊 哪有可能啊 到底有沒有可能呢 一起來歡迎這位外國朋友 來 另一個男友的出現 會引起什麼樣的衝突呢 一起來歡迎這位外國朋友 來 好 我現在已經沒了 好 阿咯 哈囉 阿咯 你好 妳怎麼可以 這個打什麼 你是誰 你在打什麼 你還以為你一點好不好 你是不是可以偏張 你說你沒有男朋友 是不是可以嗎 你不要講一千 我說答應 妳要跟我老婆 妳換了 妳怎麼會冒出來這個人 妳沒有再打我 好不好 我們很開心不是嗎 不好意思 你好 等他講英文喔 狐狸雞 你看 對 再講英文了 你在狐狸雞 你狐狸雞等一下 我會給你一把桶給你講 沒有問題 對啊 沒有問題 我是在爺爺認識他 你是子龍的 他像我的女人 對啊 沒有錯 沒有錯 他才像我的女朋友 你一定有老婆好不好 那你還不是有老婆 你們兩個 你們兩個男人 兩個都是騙我的男人 什麼跟什麼啊 你們兩個也是騙我的男人 是 子龍 子龍講清楚 你現在 你現在可以 你現在認識嗎 Dexy你認識嗎 認識嗎 他是你的誰 男朋友 不要哭 你再哭 不是 長官已經不一樣了 我就是要這樣 你怎麼樣 小看 以前我犯錯了 但是現在 會根本不一樣 就是有你們這樣的男人 我的老婆 我們不要怕 就是有你們這樣的男人 沒有 不是 你們兩個這樣 Darcy你有老婆嗎 我有 但是她在國外 不是有老婆 你的老婆還要情婦 要這種情婦 我有老婆 但是她在國外 她在國外 我當初認識你們的時候 我真的愛 都怪我 我換很多錢 都怪我老婆 好 我跟你的錢 比我的老婆更多 我愛你比她更多 我不管你們愛不愛我 你應該了解我就是 你們幹本就是有老婆的 為什麼要騙我 這個我沒有辦法改變 我不想當人家第三者 就是這樣子 不要這樣 我不想看你哭 真的 你一直在當人家的第三者 你不要再叫我第三者 我不願意 我現在要 那誰先跟你們老婆離婚 我就跟誰 好 我不是跟妳講 我要跟我老婆離婚 好 等一下 對不起 現在 雅咪妳現在看到 子榮現在又有另外一個男朋友 這外國朋友 妳從原住民 你們兩個先騙我的 可是妳怎麼可能 從原住民一直到黑人朋友 妳都可以接受呢 我當初想她的條件很好 她當初可以接受 我可以看她接受 她當初可以接受 可是 妳就是這麼風流 走了又回來找我 妳說了怎樣 妳說到底還是妳騙我啊 我 我騙過妳一次 妳騙過我 我不會再騙妳 我不管妳 真的 我現在問的老婆 我不管她 我會幫妳生了兒子 我就愛妳 我愛妳 我幫妳生了兒子 我最想要跟妳在一起 我最想要跟妳在一起 對不起 子榮 對不起 我會給妳心腹 對不起 我們停一下好不好 她說 妳現在又跟她講說 我幫妳生個兒子 妳有生兩個兒子嗎 兒子是我的啊 我說妳現在 我現在就不願意跟妳們講 兒子是誰的 誰叫妳們當初都要騙我 那個兒子當然是我的啊 當然是我的 那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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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你們都要兒子了 對不對 她有什麼好 你們兩個都 妳有什麼好 我用鞋 妳有什麼好 妳有什麼好 不行 我們先弄出去 走開 她是我的 她才是我的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好不好 你欺騙她 我沒有 你只不關妳欺騙她的感情 沒有 我現在已經乾淨了 玩弄她就回美國 不一樣啊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好 等一下 你聽不懂 本來是我一個兒子 本來是雅明的 現在大家又出來 又說是他的 所以兒子到底誰的 現在還不能理解 那我們現在告訴你們 來 你現在看到 你知道嗎 你知道他還有一個男朋友 雅明嗎 對啊 但是 就是因為他很 就是一個人 所以你照顧他 我沒有他在身邊的時候 他覺得很孤獨 我是說你現在還可以接受他嗎 還可以 還可以 除了跟你在一起 真的嗎 我先騙他的 然後再騙我 所以我瞭解 真的嗎 你先騙他說你沒有老婆 所以他現在騙你說他沒有男朋友 這樣你都可以接受 對 可以接受 不愧是個外國人 對 非常的開放 真的非常的開放 好 好 兩個 子柔 雅明來 你可以接受嗎 你現在看到這個螢幕 你還可以接受嗎 我當然不能接受 你不能接受 我當然知道子柔是愛我的 你們兩個要爭 你們兩個誰先離婚 我就叫孩子叫你們爹地 叫你們爸爸 叫你們爸爸 不然 你們就不要想要這個兒子 我會離開你們 OK 那 既然這麼說的話 剛剛我們聽到雅明說 我為了子柔 我要離婚了 剛剛老婆哭掉死要活的 那 達西妳呢 妳也有老婆啊 那她呢 難道妳 妳要跟她在一起還要做人家第三者嗎 我不願意當人家第三者吧 所以妳一定要他們離婚就對了 對 誰跟誰離婚 我就跟誰結婚 沒有那麼簡單 妳要我離婚嗎 為什麼要破壞人家的家庭 沒那麼簡單 我沒有要破壞人家的家庭啊 你他們兩個來纏著我的 我想要走又離不開啊 OK 現在變成達西妳這邊 來 妳願意為她離婚嗎 願意嗎 如果我離婚的話 她會把一般的我的錢就是拿走 妳能力那麼好 有什麼關係 妳不要我的錢嗎 我只要一個完整的家庭啊 那沒有錢這樣 對啊 怎麼活得下去 我不想像妳們說的 我不要當什麼第三者了 我一定要離婚 一定要離婚 可是她自己說的沒錯耶 一半的錢沒有了耶 妳有考慮這一點嗎 如果我離婚妳會開心嗎 妳怎麼樣 好 請說 我當然開心啊 妳會開心嗎 我要的就是 我答應過妳 我要離婚 不要再當第三者 我不要像妳們說的第三者 我要一個名分 妳不要當什麼第三者吧 我讓妳開心的話 我願意離婚 真的嗎 妳不要聽她胡說 我可以 我可以 妳們兩個誰跟老婆離婚 我就跟誰 聽到了沒有 聽到了沒有 來 說一下 聽到了沒有 妳願意嗎 妳現在看到這一幕 妳還願意嗎 我願意 因為我是愛她的 真的嗎 妳現在還願意 妳現在還願意 鯉魚先生妳都有女兒了耶 好 女兒可以幫妳帶啊 對 她也帶我 要交付妳的女兒啊 要關我們的血型好不好 大喜妳 妳也要離婚嗎 如果她願意 對啊 如果讓她開心 我為她要離婚 妳要離婚 妳能做決定嗎 我可以 我可以跟她講 她會答應 怎麼講 反正我看不到啊 我就是要妳離婚啊 妳今天妳老婆也有來嗎 沒有 她當然沒有來 她在美國 妳老婆會答應嗎 妳老婆會答應嗎 對 我會啊 她在美國 我會啊 但是妳老婆叫什麼名字 Judy Judy 所以妳覺得Judy現在在美國 她不知道怎麼回答妳的問題 對不對 對 但是我們可以請她來嗎 對啊 妳是在開玩笑 好 老婆請過來 我們這個節目還有什麼開玩笑呢 妳要為我離婚啊 我們叫她親口 妳就要做到啊 對 不是嘴巴講而已啊 OK 如果你老婆來到信場 妳可以跟她講 妳要跟她離婚嗎 妳敢講嗎 OK 好 一起來歡迎Judy 謝謝 謝謝 妳是不是會在這裡喔 她愛妳 會在這裡 妳真的想要離婚啊 真的想要離婚啊 沒有 沒有 我不想要 不想要 要離婚好啊 妳去跟這女孩子說 現在妳要往上離開她 我們兩個回美國 永遠不要再回來台灣了 妳知道我很愛妳嗎 但是我很愛她 愛個屁 我禁不可 妳現在講 我不能離開她 妳知道嗎 這女孩子就像妳講巴士一樣 妳在說什麼啊 妳才是公共巴士 誰像她都可以 妳才是公共巴士的 妳在講我 我等一下給妳一巴掌 我給妳講喔 妳來啊 妳來啊 Judy妳跟Darcy結婚多久了 五年了 那她長期都不在美國 她現在是那個駐台的那個代表 是 對 然後就常常要到台灣來共幹 然後一來就是來一兩年 那這次回來是知道說 她有外遇的現象是不是 對 什麼外遇啊 就是那個秋雪打給我的 秋雪打給妳的 好 所以妳今天出來證明就對了 是 可是老公現在質疑還是要跟她 妳還抱那麼緊張啊 妳還要抱成這樣嗎 還要嗎 還要 妳老婆的錢 妳這個死狐狸精 王八蛋 就是狐狸精 就是狐狸精 妳在這裡 狐狸精 狐狸精 就是狐狸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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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不要但是因為我不在啊 如果我再在身邊 才不會就不會 你剛剛只會幫她胖屁 要花錢而已啊 你都拿個眼睛式給她 都糞便罵了一層層的 好 不管妳怎麼說吧 你不是要跟她離婚嗎 快點啊 蛤 我不想這樣子喔 你剛剛已經講我要離婚嗎 對啊 我想跟你離婚 沒有聽清楚嗎 有啊 你啊 不過我告訴你 你要踩踩要分一放給我 我告訴你 我還要在那邊 好 妳要先我都給妳擠 妳要先我給妳擠好 但是妳要的 妳都太不要偷 但是妳要的 你有我的孩子喔 對 我沒有忘記 什麼 我是偽孩子 一向子佑說 那個是雅明的孩子 一向子佑說 那是我的孩子 我確定是我的孩子 我已經養殘五月多 那是我的孩子 一向都是她的 對 他們都有我的孩子 怎麼樣 我現在就不跟你們講 孩子是誰的啦 你們拿到我怎麼樣 孩子就是我的 那個才是我的 那個根本有小雜種 好 那孩子到底誰的 雅明 離婚 我要的就是民憤 好 妳要離婚以前我們知道 可是我們大家要理解說 孩子到底誰的 雅明是妳的嗎 雅明是我的 孩子是我的 不是妳的 是我的 不是妳的 不是妳的吧 小雜種 你為什麼 孩子是我的 妳的 妳不要生我的孩子 孩子來了 妳幹嘛 像我的孩子 好 等一下 那是我的孩子 妳都沒有生孩子給我 等一下 為什麼敢生孩子 你知道不在我身邊 好 等一下 我們先來聽聽 孩子會叫誰 會叫媽媽 會叫爸爸 Baby 媽媽在哪裡 媽媽 對啊 我最疼她了 妳叫什麼名字 我叫Eeby Ee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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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喔 妳叫她什麼 妳叫她 叫雅明爸爸 對啊 她就是我的孩子 那Darcy呢 那Darcy呢 妳叫她什麼 她太太太 對啊 聽到了沒有 都是爸爸 聽到了沒有 是不是媽媽教妳的 妳根本就說那七八糟吧 妳不要亂叫啊 我跟妳講 好 你們不要對小孩子這麼兇 我們先不要 不是妳對小孩子面前這樣嗎 別途 別途都很難看 妳懂嗎 妳不要過來 好 我們不要嚇小拜託 謝謝 好 我們讓她休息一下 我們不希望小孩在現場 有時候嚇到不好 好 那妳有一個阿姨 來 妳去找那個阿姨 好 她去找阿姨 真的嚇到了 真的嚇到了 以外表 來 三位片子團 如中 她是誰的小孩 硬說我看不出來 但妳要選的話 外國人吧 胡說 Darcy 哪裡是她的 所以我說硬選嘛 所以我說硬選嘛 好 硬選來配稱 我們先只聽而已 有眼睛的看也知道 我覺得是原住民 原住民 來 我是覺得是Darcy的 男生都覺得是Darcy的 女生覺得是 可能就是我們雅琳的 不是她的 是我的 是我的 看錯了 不是啦 我們能不能問 對不起 來 好 請 幹嘛怪評審 對 不用怪我們 對不起 我們只是在評斷說 可能從外型看起來 最重要 到底是誰的 最清楚的 應該就是 孩子是我的 你們現在誰跟誰離婚 誰先離婚我就跟誰走 孩子就叫誰爸爸 聽到了沒有 我要走了 你不要這樣 孩子是我的 離婚啊 孩子是我的 你們兩個去離婚啊 我剛剛不是跟你講 我要離婚 不要這樣 孩子是我的 不是你的 你被騙了 沒有 你被騙了 你被騙了 你真的不走嗎 你們怎麼是你來的 為什麼不好好過呢 對 好 為什麼陪子團說 為什麼不好好過 我們給你最好的建議書 我們先請子龍來 拜託 子龍請你回來一下 來 麻煩你 好 走絕對不是最好的辦法 好 先來聽聽建議書 看怎麼說 你們在做最後的抉擇好不好 來 如中哥 首先給秋雪的建議是 賭博絕對不是公益 當然不能貼補家用 請不要誤導善良的風氣 再來 我們知道秋雪 你真的受了很多的苦 但是在你這個case當中 你越凶 你老公跑得越快 所以如果你要你的老公 心甘情願地回到你身邊的話 顯然用硬的是不成的 再來 我們給子龍的建議 我可能要被罵了 那就是 嘴巴一直說 不想當第三者 並不代表你已經懺悔了 並不代表你已經反省過了 你還是走向第三者的路 再來 你有真的為你的孩子的利益著想嗎 孩子聽起來 再來 在這一集像是你的 共品跟祭品 你當年因為媽媽的命運 所受到的苦 現在可能會因為你錯誤的決定 讓你的孩子 受到你當年同樣的苦 雅民 維持現狀是唯一的解決辦法嗎 要兒子不是你 逞一時之快出軌的借口嗎 再來 原配今天的情緒這麼糟 不是你害的嗎 在這個故事 你把責任推得乾乾淨淨 根本這一集 我們要說的是 從家庭到政治 都有人提出所謂的維持現狀 這樣的解決辦法 好或不好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只要當事人願意的話 其他的旁觀者給予的 只能是祝福而已 好 子龍 目前到這種狀況 有的抉擇嗎 沒有什麼好抉擇的啊 沒什麼好抉擇 對啊 看誰先離婚啊 我就跟誰啊 就這樣子這麼簡單 是 那怎麼樣證明呢 當然我親手看他們做 離婚的協議書囉 還有離婚的協議書喔 拿著 拿著 把你們的話 剛剛講的話 要離婚的事情 都全部把它做到 好 簽啊 雅民先來看看 妳怎麼說 我一點過多簽吧 老婆 我沒有這樣做 簽字吧 妳真的要過離婚嗎 對啊 私給良心的妳 頭腦出了外皮是不是 妳是白癡啊 因為我已經真的不愛妳了 頭腦已經不清楚了 我真的好愛子龍 來吧簽了 妳的考慮清楚 妳也要簽喔 這種老公要也沒有用的 妳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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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不會得到報應的 妳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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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妳不能怪她 我們兩個的感情 已經很掉了 妳還是很年輕 妳覺得妳可以找到一個 更帥的 更有錢的人 不要再浪費妳的時間 妳們兩個男的怎麼了 恭喜啊 怎麼回事啊 對 陪著妳說怎麼回事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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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要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現在兩位男生 都已經跟老婆離婚了 你是集遊嗎 我開心的 你們開心了吧 好 我不是人家的第三者 聽到了沒有 知道了 清楚了 原來妳就是不要第三者 因為子榮的媽媽 曾經就當過人家的第三者 沒錯 所以她一生最恨就第三者 沒錯 這一次如果有機會選擇的話 妳就永遠可以當到人家 一個正正式式的太太 就對了 沒錯 好 那我們就來進行 我們就來進行最後的抉擇 這個時候 雖然兩個都離婚了 可是子榮要選擇誰呢 孩子的爸爸到底是誰呢 我們要公布了 好 進行抉擇來 倒數10秒鐘來 好 時間到來 子榮請抉擇 子榮要做出什麼樣的抉擇呢 分手雷台 分手雷台 好 時間到來 子榮請抉擇 現在我已經拿到離婚寫藝書了 我今天真的非常開心 你們兩個為我 但是 我跟妳講 你們兩個我誰都不要 不要的就是我的兒子 我的兒子 其實是四管嬰兒 現在我已經報復到了 我也不是你們口中說的第三者 我今天是最開心的時候了 你要帶著我的兒子走 你閉嘴 你是不是可以是怎樣子 我 我養家污泥也多嘛 一定是我的孩子 子榮 你不能是我的 是我的 孩子是我的對不對 不是啊 不是的 他是我四管女兒 你們兩個不要再跟著 子榮 你放開他 放開 子榮 你不要再跟著 小孩哭了 好了 我們真的有時候對觀眾朋友很抱歉 有時候看到 讓觀眾朋友看到這一面 小朋友無辜的一面 好 我們希望 來製作單位去安撫一下 不要讓小朋友受到驚嚇的感覺 這樣的抉擇很奇怪 原來他是為了報復 他玩了他們兩位男生 玩了他 這兩位男生的老婆 也玩了他們家庭 甚至玩了我們的製作單位 如中看到這種結局 這社會怎麼了 撇開道德面來看 我還有一點小小的開心的原因 是因為 兩個拋棄遭康之氣的男人 受到了懲罰 我覺得這樣來說是個好事 可是回到子榮的身上 我並不覺得他有真正的開心 報復完之後呢 他要如何面對自己的孩子呢 還有這兩個男人 一定會繼續苦苦糾纏 舒服他 所以我們常講說 其實上一輩子的一些不如意 不要影響到下一輩子 看到子榮的因素就是因為 媽媽曾經當過第三者 也媽媽不斷跟小孩講說 你不要當你他的第三者 反正他有更大的抗壓力 這個抗壓力如果說 沒有辦法去承受的話 就會造成今天反過來 有這麼大的一個問題會出現 好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 最終不論這樣 你要追求任何一件事情 一定要安心做前提 今天謝謝你收看 我們粉絲的一台 謝謝三位陪審團 謝謝盧中 謝謝 謝謝 謝謝